11月26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群聊截图显示,山西运城某村村委会称,凡是今年不配合村委工作,不积极交大新农河的村民,子女考上大学不发奖学金,家里70岁以上老人不发重养劫福利。 11月26日晚,运城市新象县龙兴镇镇长告诉记者,村委发布上述消息实处不妥,但往年出现过村民因没缴纳医保,生病后无法复担的情况,村委也是处于好心。镇长称,已经向村干部提出批评教育,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。对于村委通知中所提到的村民福利会照常发放。 每一年都存在这个因为没有缴纳医保,造成得了病以后报效不了,而且费用比较大的情况。村民也是处于好心,这个事情确实是个个不稳妥。我们对村大部也提出了这个批评教育了,以后肯定不会存在这个情况。